去郊遊遠足 不時都會發現有些人在石頭等地方留言 可以說是大殺風景 但同時 其實都有一批義工 多年來一直在洗垃圾 由葉聲讚介紹一下他們 這一日天狼氣清 他們除了親親大自然 還要去救救大自然 這個字相當大 這個其實我們上次好像有稍微擦掛 一批行山愛好者 平時發現石頭有塗鴉 就會互相通報 更加早成義工隊 每個月出動去洗石 我一擦都可以做 是啊 我看到掉了很多 除非有些突發事件 譬如有些很嚴重的被塗鴉 而是譬如有些部門可能做得慢一點 而是我們也剛剛有人手 情況下我們就會即時去做一些清潔的工作 無論是到此一游 外的宣言 還是各類文藝創作 傷害到這些大石 也都傷了這一批義工的心 據說洗石多年 整體塗鴉情況並沒有惡化 但仍然不是有人搞破壞 其中長洲和南丫島是重災區 大部份都是中文字 而這些中文字 大部份都是繁體 其實不是簡體 所以我覺得畫這些 或者寫這些字上去 或者畫這些塗鴉上這些石頭 大部份都是香港本身的自己人 石上的塗鴉 多數都是用油和噴漆噴上去 如果要清理它們的話 多數都是用沙布和鋼絲刷 來清理它們 為免影響環境 污染水源 亦都不可以用化學劑 大部份的塗鴉 要經過很多次的 我們去刷 或者出動過很多次之後 才可以叫做完全脫鴉 他說岩石沒有生命 不過是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郊遊人士應該好好保護它們 無線電視機者葉升站那裡